中国的国产手机品牌下再添新成员了 这是中国一家科技OnePlus 23号推出了旗下第一款的智慧手机 号称是手感最好的手机 它的定价跟小米3一样都是1999人民币 但规格略胜一筹 目前采用的是现货加预约的方式 预计在5月28号要正式开买 那你看看这款吧 这款可是旗舰级国际大品牌 就是这个不将就的态度 让中国一家科技OnePlus 23号在北京公开发表旗下第一款智慧型手机One 号称是最接近iPhone的Android手机 一家手机强调的是手感 每部手机重162公克 以5.5寸的悬浮萤幕搭配微弧型的手机背部 在萤幕尺寸和单手操作的需求上取得平衡 来符合亚洲人的使用习惯 董事长刘作虎表示 要让一家手机成为手机界的无印良品 我在做手机之前我就说我一定要做一部 在每一个细节都不将就的手机 一部360度无死角的手机 所以在设计师出的时候我就跟我们设计师说 我新部组的一家手机应该是一部 有一点点科技感和活力的无印良品 中国手机市场的价格战正打得激烈 但一家手机不怕竞争 各把价格定在1999块人民币 和小米3的价格一样 两款产品都采用四核新处理器 和1300万画素的后置相机 但一家手机不但支援4K录影 在电池容量也略胜一筹 3D75小云